來關心天氣 碰到強冷空氣南下 今天下半天開始氣溫奏降 北部地區會越晚越冷 尤其到了週五影響最明顯 氣象局預估北台灣沿海空曠地區 最低溫將下探十度以下 南部地區跟台東也偏冷 只有十三度到十六度左右 春節假期即將結束 如果要出遊踏清淨的把握好天氣 因為從初五也就是十六後下半天起 北部地區就會轉為有雨的天氣 入夜之後中部可能也會有飄雨情形 而大年初六十七號 另一波冷空氣南下 預計將會達到強烈大陸冷氣團的強度 北部溫度奏降 其他地區入夜後也有轉冷趨勢 那禮拜四到禮拜五的清晨 將是這一波強烈大陸冷氣團 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尤其禮拜五清晨 在配合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我們不排除中部以北 宜蘭 花蓮 有可能會有十度至十二度左右的氣溫 空曠的地方有可能會在低個一到兩度左右 而南部地區跟台東地區低溫 也大概在十三度到十六度 氣象局預計這波強烈大陸冷氣團 將會影響到週五的清晨 週五白天之後冷氣團就會逐漸減弱 溫度將會明顯回升 包括中南部及北部高溫 都會回升到二十度以上 不過要留意日夜溫差大的情形 至於水氣方面 十七號水氣稍微多一些 北部東半部濕冷一天 接下來就會轉為乾冷的天氣形態 氣象局預估北臺灣溫度最低的時間點 將會落在週五清晨 不過水氣跟溫度配合的條件不足 因此高深下雪機率低 依據資料分析 這一波強烈大陸冷氣團升級 為寒流的可能性也較低 記者朱鳳祖提稱台北報導